謝謝主席,我請一下鄧部長 好,請部長 七位你好 部長好,我想今天本席還是要持續就教於你 就關於禮拜一我們在質詢的時候 我提到的你們投審會在做相關的這些外資審查的部分 本席提到的這個順諾電子的部分 你們回去有沒有翻閱一下你們的資料 你知道那天質詢完之後你們投審會的一個是秘書吧 還是一個同仁 竟然來跟我要我在網路上找到的那些資料 包括順諾電子他是做什麼的 竟然來跟我要這些資料 我真的覺得是不可思議啊 對不起 部長你們要不要說明一下 到底你們投審會對於這些外資的審查 你們是怎麼樣去做審理的 不管是外資還是入資還是什麼資 你們是怎麼樣去做審理的 是 你不能說明一下 是不是請張知情秘書說一下 我再來補充好不好 來,請簡短號 邱維,我們這邊針對外資的審查程序 基本上我們還有陸資的審查程序 基本上稍微有點不一樣 那外資的話基本上是依照外國人投資條例來做審查 那陸資他是依照陸資區有辦法做審查 那因為陸資的部分會比外資來得嚴格 所以他除了針對他整個投資計畫要去做 你們的審查是只有書審嗎 完全是做書面的審查 就是他送的文件資料去做審查 有沒有做一些其他的資料了解 其他的背景了解 包括這個公司的財務狀況 包括這個公司的組成 去做一些資料的了解 有沒有 我們會針對他的營業項目 還有投資項目做比較清楚的一個揭露 那我進一步請教 什麼樣的營業項目 在你們的審查裡頭是比較容易通過的 基本上我們對於投資項目都是一個公開的部分 錄製的部分是一個正面表列 所以他事實上是像製造業的話 有201項目已經是開放錄製投資的項目 那原則上他必須要符合這些項目 好,來 這個部長 我想剛剛這個直密的這個說明 我發現我們的投審會其實是功能不張 本席在上一次的質詢裡頭已經跟您談到 我去把你們最近1月份 所通過的這個21個案子 把它全部調出來 我發現絕大多數的投資申請 都是用批發零售業 包括本席昨天禮拜一提到的順落電子 也是用批發零售業 來跟台灣做申請 這個是一個買賣軍品做軍用感應器的一個公司 但是他為了簡化 為了方便他的投資申請 用投資零售業 就進來了 我提到的這個香港商寶龍達資訊公司 這是一個專門在偷PC設計的一個公司 他呢,比較誠實一點 他是用資訊軟體服務業進來 但是他的投資資本額只有50萬 我發現你們的這個審查 大部分絕大多數都是用批發零售業 那這個投資資本額呢 其實都非常的低 另外一個 就是說 外資 比如說馬來西亞商 你們的這個文件裡頭會寫得非常清楚 馬來西亞商什麼什麼什麼公司 澳門商什麼什麼什麼公司 唯獨對於中資的公司 通常只有六個字叫做大陸地區人民 你們的資料上面就是大陸地區人民 所以很多東西我是查不到 我沒有辦法在這個裡頭很清楚的知道你們的投審會 到底是做什麼樣的審查 部長本席請教過你 到底投審會對於涉及國家安全的這些產業 是不是要明令禁止 甚至是不是要有進一步的行動 部長我想聽聽你的說法 到底 你那天跟我說當然是國家安全重要 好 如果國家安全重要的話 到底哪一些產業 會涉及國家安全 哪一些產業 應該在你們的投審會 的投資審查裡頭 它是應該是要被明列禁止的 甚至哪一些併購案 是根本就不應該讓它發生的 部長我想聽一下你的意見 是 那個關於國家安全的部分 因為它那個法律裡面已經明定了 如果有妨害國家安全的話 就不應該準許 這個是我們的法律上的義務 那麼幾個層次來執行 第一個 我們會看那個產業 您看沒有開放的產業 當然它沒有開放的理由很多 但是其中有很多產業沒有開放的理由 就是國家安全 所以第一個 它假如有涉及到國家安全 部長我要請你明確地說明 哪一些產業涉及國家安全 你明確地指出來 好嗎 明確地講一下 哪一些產業涉及國家安全 許可開放的項目 因為你有許可 IC產業算不算 IC產業算不算涉及國家安全 那個是第二個層次 通訊業算不算涉及國家安全 那個東西就是要看看它另外那個個別產業 第一個是整個產業有那個顧慮 所以整個產業我們就不開放 這是整個產業 那您剛剛講IC產業 它可能有國家安全 可能沒有國家安全 所以這個就是開放的項目 IC這麼高精密的東西 它完全沒有涉及國家安全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難怪你們本來打算 今年就要開放中資可以來投資IC設計產業 部長 如果是這樣的一個認定的話 那我覺得台灣的產業是岌岌可危 不是 我剛剛跟您報告的是說 對不起可能我沒講清楚 我說像IC產業這個 可能有涉及到國家安全的部分 可能有不涉及國家安全的部分 好那IC您知道 現在的狀況就是設計 它是不開放的嘛 那麼製造開放的嘛 在封裝的部分也是開放的嘛 所以他看它的那個 看它那個層次 第三個要看的部分 就是廠商之間的安排 它投資人的背景 它可能會涉及到國家安全的 那審的時候就要注意 就應該 就不應該准許嘛 好 小的時候你們有曾經注意過嗎 華為也通過你們的審查 也順利到了台灣 喔 這個淘寶 阿里巴巴也通過你們的審查 也順利進入到了台灣 後來你們說 啊你們後來才發現它是中資 所以要求它撤資 但是撤資的案子呢 現在還在打行政訴訟 還一直不斷的在展言當中 本席跟你提到的順弱電子 他投資申請的項目叫做批發零售業阿 你們也毫無察覺阿 所以到底國人要怎麼樣放心 把這一個投資審查的工作 交給投審會 美國的CFIUS 他可以去強力阻擋 這些中資的併購案 他可以強力去阻擋 威脅到美國國安安全的併購案 我們的投審會呢 我們投審會的功能在哪裡 角色扮演在哪裡 我們隨便舉了好幾個例子 你知道嗎 包括這個小米機阿 小米機進到台灣 小米公司當時申請是什麼 也是批發零售業 所有的中資或者是陸資 他都會走批發零售業 抄小路就進來了 對那個報委員 那個華為我們是沒有准許的 他兩次申請我們都把它駁掉了 那第二個呢 您剛才提到的 他為什麼 他現在說他是批發零售呢 因為他在台灣沒有製造 所以他只是賣 所以他就說我是批發零售 不過您的觀點 您剛才提到很多事情 我們要注意 因為他現在型態 大陸的對外投資的型態 也在改變 我們應該要跟著他的變化 我們也要改正 我們要調整一下我們的做法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我們看法並沒有什麼差異 你覺不覺得投審會的位階 應該要稍微提高一下 包括投審會內部的組成 比如說你們現在投審會的組成 大概是有幾個部會 但是是依照共識決嘛 對不對 是 投審會是用共識決嘛 是 那你們在做這些投資審查的時候 到底 國安會或者是國安局 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他不同意這個案子過不了 你確定嗎 假如今天國 那如果是共識決的話 只有一個國安局 國安會不同意的話 這個 這個案子過不了 完全過不了 是 就過不了了 那我問你順弱是怎麼過的 順弱電子是怎麼過的 那表示我們的國安局也有問題啊 我們的國安局連基本的這個 這個政治敏感度都沒有啊 我們的國安局也有問題啊 國安會也有問題啊 不是這樣嗎 跟委報告 順弱這部分其實我們是查過的 他前五大的客戶其實都沒有 大陸軍方的相關的客戶 他的客戶怎麼會有大陸軍方的客戶 他專門做中國國防部的生意 怎麼會沒有中國軍方的客戶 這我們的確是查過 他其實他 在中國的財經新聞裡頭 還清楚的 要 這個鼓勵大家去投資順弱電子的股票啊 因為他是做中國國防部的生意啊 這個是前景看好的一家公司啊 你們現在告訴我說 你們去查過他沒有做中國軍方的生意 那真的更可笑 那這個順弱電子是做什麼 他明明就是在做中國國防部的生意 你跟我講他沒有做中國軍方的生意 不是他全五大客戶不是中國軍方 如果投審會是這樣的一個精神 投審會是這樣的一個審查態度的話 國家安全岌岌可危 部長我要再一次提醒您啊 在去年12月18號的時候 我們在審查中央政府總預算的時候 其實通過了一個主決議 就是針對我們的這個敏感的技術等等 這些半導體的設計產業 政府現階段是不得開放入資投資 包括IC產業所涉及的敏感科技 國家安全產業佈局等影響評估 經濟部投審會也不得許可入資來台相關的投資或併購 所以包括紫光包括非常多的公司 現在放話要來併購台灣的許多的科技大廠 我認為經濟部應該站在保護國家安全 保護台灣產業的這個區塊這個角度上 站穩第一個保護的關卡 部長你同意嗎 完全同意 我想我們一定會散盡把關的責任 所以他現在根本還沒有提出申請 那我們也一定會遵照立法院的決議來執行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謝謝我們邱憶寅邱委員